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进入到premiere界面 将我们需要进行风格化的素材 导入时间轨道 然后我们新建调整图层 把它拉到视频轨道上面 这边大家一定要养成一个 实用调整图层来调整视频的习惯 这个习惯对你以后制作视频来说 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那么我们在效果栏搜索VHS 找到UniVHS 把它拖到了调整图层上 OK 那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可以看到 画面已经被做了VHS 这种复古胶片的风格化处理 接下来再把这种效果稍微加强一点 在效果空间栏可以更改它的尺寸和大小 首先我会点击这个4乘3 将画面改成4比3的比例 第二我会点击这个enable tags 当我们打上勾之后 它会出现到老DVG的一个logo标志 比如说像play这些文字其实都是可以更改的 我们点击play status 这个play可以改成stop 对吧 这个大家都可以自己随意改 然后也可以调整它的位置 那么第二个timecode 就是咱们这个右下角的时间 可以改格式 位置都可以自己摆放 桶里是下面的sp 咱们也是可以进行更改的 好 这是第一种效果 可以看到我之前做星星与月亮的旅行日记的时候 为了增加它的这种胶片感 我会在片头使用一种黑灰色的文字 加上黄色的一个英文字体呢 感觉还不错 我们打开appstore 在搜索栏搜索vhscam 我们点击搜索 然后在搜索栏的第三栏 有一个vhscam ritual 80s 这个直接把它下载 我们点击打开 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颗粒感 画面抖动 白色的模糊线条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黄色的按钮 增加画面中的文字 然后左下角这个zoom t是往前变焦 w是往后变焦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pr插件的链接 我会放在评论区下方 期待大家可以自行下载 那么你有什么好的想法或建议呢 都可以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我尽量每一条都能够回复到大家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呱呱 们下期再见